我上了北投社大的陶级课 真的是扩大了我生活的范围 因为我们家庭是一个很古板的保守的家庭 所以小孩也很少看一些卡通影片什么的 然后接触了陈老师的课程以后 像有很多曲子都是卡通影片里头的 然后反正就是内容很丰富 然后我觉得我上了这个陶级课以后 它真的是丰富了我的人生 大概也是丰富了我的余生 虽然我是个算是一个很不用功的学生 可是我是觉得来上这个课就是一种享受 然后还有同学们的之间相互的这种关照 都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 网路上交作业真的家当好多 我要有两个装置 一个录音 一个蓝牙放音乐 然后呢又要吵架 又要这些东西 觉得比实体上课还要费多的心力 大家好 我是文庆 很高兴 这一天又结束了 大家都是平安无数 要跟大家吹的这首歌是法国十三天 八小节其实也蛮难的 拜拜 下学习见哦 老师我想你们 同学我也想你们 下学习见 使用节拍器 总是让我非常紧张 实时注意拍子 是不是吹在拍点上 几次叫作业下来 我学习面对它 现在比较不紧张了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学期巧克力老师 带我们吹奏了许多首 跟上潮流的抖音曲 电影主题曲 和卷有好听的民谣名曲 算一算已有二十几首的曲子 虽然课程已经很丰富了 老师还为了照顾和缓解 我们在家上课的心情 在影片课程中 再多加了这首 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首歌的曲调和歌词 充满着欢愉的气氛 和满满的正能量 就像巧克力老师 在跟我们上陶笛课一样 所以仅以持首曲子 谢谢老师 教作业细烧小烧 老师同学好 疫情期间呢 唯一能做的事情 只剩下陶笛了 所以非常的感谢老师 开了线上的课程 刚开始我两天吹一次 后来发现呢 疫情没有那么快结束 应该要每天每天都练习 所以呢 就想说 那搬到卧室去练习好了 把窗户窗帘都拉起来关上 发现对邻居的干扰有变少 所以呢 我非常的期待暑假的课程 那这段时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 练淘机这件事情 收获非常的丰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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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首非常轻快 而且比较容易上手的歌曲 让我们结吻 吹起来蛮快乐的 在疫情期间 看同学都一直进步 自己都没有好好练习 一直留在原地的感觉 希望暑假期间 自己能把老师以前所教过的 再好好的复习 赶快让自己的进度能改 大家好 上陶笛课程 除了学习陶笛 我很喜欢巧克力老师的分享 不管是眼球运动 或者生活中的体验 或者有趣的事 我觉得都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 至于线上课程 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进步的 因为平常我不喜欢对节拍器 也不喜欢配伴奏 我就随性催 我觉得不考试啊 也不比赛啊 那我随性催 高兴就好 可是为了交作业 我就只好努力的练习的更好一点 进步一点点我就很开心 那可是实体课程呢 可以跟大家互动 更开心的 期待下学期见到大家 拜拜 谢谢老师 带我们认识跟欣赏不同的风格的音乐 也谢谢老师 超有爱心的 学完眼睛的瑜伽以后 又来教我们 这些老学生跟四藏的孩子 老师谢谢你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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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